羅志祥 出席宣場活動 羅志祥砸下重金 打造移動錄音工作室 但一連串造勢 卻不敵網路上被爆出 抄襲的風波 在現場勃然大怒 你覺得有嗎 沒有 就是 你覺得有沒有 你用你的眼睛說 你有沒有 有些橋段是類似 哪裡 那歌劇魅宇的面具是 那個不是在MV裡面 沒有 可是它是電影 它是一個舞台劇 那以前我在很久以前 用過面具跳舞 那怎麼辦 是不是 不是面具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用眼睛去看 到底有沒有像 而不是一昧的 就跟那些酸民 說的一樣的話 雖然羅志祥力撇超級的傳聞 但網友卻拿出畫面 全都指向韓星 GDragon的MV 兩個MV都有面具的橋段 擺放的方式也是一樣 連演員的造型也很相似 不只如此 還有宣傳的手法 也和小賈斯汀 所見略同 同樣在紙上寫下 專輯名稱 要明星朋友們助陣造句宣傳 只是這一次 羅志祥把What do you mean 改成自己的夠了來宣傳 這不是生氣 就覺得好像什麼事都是 說我們都好像做別人 做過的事情有點怪 有點瞎 我覺得真的是夠了 之前在華絮中 大展廚藝親手做蛋糕 被問到和緋文女友 周揚青的關係 羅志祥卻微笑不語 以後有機會 有機會的話當然希望可以 親手為另外一半去做 就是愛的小點心這樣 新專輯還沒開賣 就引起不少話題 心中對網友的怒氣 會不會和周揚青吐吐苦水 粉絲們也很好奇 記者陳家豪 主迎清台北報導